就今天这台车我保证你猜不到 同样价格你也猜不准 最近这个价格仗不是打得沸碎洋洋吗 而这台车是属于直接新桌子的那种 我先给点小提示 这是一台油电同价的车型 光就这一点市面上还有谁能做得到 来 我们先一点一点看 首先是这个水晶档吧 你看这个纹路 有没有一种奢侈品的感觉 类似上用了大面积的皮具包裹 软包的座椅比家里的沙发还要舒服 头顶上电动的全景天窗 光就这些配置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那么类似上最具辨识度的还是这个24.6英寸的双联屏 你看这个清晰度还有流畅度 然后它同时还标配了L2级别的智能辅助驾驶和360全景影像 所以整体来看有没有20万车的即时感 来 咱们继续 来看隐藏式的门把手意不意外 我也不卖关子了 你看这儿 没错 它就是荣威 那么看到这些配置 你是不是会觉得荣威新出了一台高端车型 最少得二多万吗 包括这个前脸特别的唬人 最主要的是它是油电同价的车型 一般市面上混动车要比油车贵3万块钱左右 但是这一台是一样的价格 属于是加量不加价 这里就给一个小建议 当油车和混动车价格持平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因为混动车在各个方面它都很省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动力配置 1.5T南京混动专业发动机 570牛米的扭矩 百公里加速6.9秒 那么在性能上来说 是不是20万又有点少了呢 并且它综合讯号能达到1000多公里 从南京到北京一路北上 不用加油不用充电 并且它的NEDC百公里油耗是1.4升 普通家用SUV的油耗在10个油耳上 这台能少接近10倍的油耗 一公里只需要一毛多的消耗 我真的很佩服它 总而言之 这台车到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两个字 一普 好了我也不顾忠玄虚了 它是全新的荣威ERX5 一台插电混动车型 它并不是什么荣威的高端车型 只是单纯的配置高省油 那么就这些配置 大家觉得多少钱合适呢 并且它现在还有购车补贴 高达2.4万元 所以我们来一起猜一下 3 2 1 12万多 对 你没听错 它是不是那种直接掀桌子的车型 12万多这么多配置 你让其他车企跟怎么办 所以如果你最近刚好有这么多预算 这台车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